喝酒前吃什么药能解酒护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贾小冬 陕西省中医医院 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 喝酒的话一般是建议是经常少饮酒 这是一个第一个我的观点 第二是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喝酒的话 就是可以吃一些维生素B类 维生素C类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甘蔗的作用 因为甘蔗的话每天能够解酒的量 大概是一两左右 所以说的话您饮酒量超过一两的话 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导致肝功的可能异常 可能会导致转胺霉升高 还有的会可能导致人出现乏力 黄胆 咽油腻的不适 也会引起那个胃部的不适 比如说烧灼感 恶心 殴吐 结酒药的话我再说一下 就是中医的话里面有个药叫葛花 葛花这个药的话是会提到说能够结酒 但是也没有说一个明显的趁举 它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的话都可以做一种辅助 但是不能起到说用这个药物 能确定能够减少肝脏的损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